嗨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呢是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什拉 我今天呢是包这个师傅的车 去那个巴什拉南部 就是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叫做法澳 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也去看一下传说中的伊拉克的海 就是伊拉克呢它作为一个 也算是中东的一个大国 产石油的大国 但是它的海岸线呢只有就是短短的60公里 这是为什么呢 过一会儿到了这个伊拉克的海边呢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伊拉克这个海的故事 因为伊拉克围绕着这个海岸线的这个事 也是折腾来折腾去 就是也跟左右邻居都打过仗 就是到现在也是争论不休 因为伊拉克呢本身它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 但是大家都知道石油出口呢都是要靠这个港口的 而这个伊拉克呢 这个短短的这个60公里的这个海岸线呢 就是它的一个软肋 为什么呢过一会儿再说 我们现在出发去法澳 大概是110公里左右 费用呢我跟这个师傅谈的是五万块钱 因为我昨天坐过他的车 所以说今天跟他谈了一下五万块钱 过去回来在这个海边呢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就这么一个费用 好了出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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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me free there's more to believe and so much more to see I am free free to be me I am free for about a half hour we are now to the Farouk now we are going to the sea to the sea to look at the sea there's a lot of water the sea the Farouk is the sea the sea is very small bu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Iraq it is very important this strategy is too important so we are always fighting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e sea the sea we are going to the village we are going to the village we can walk to the sea there are people there are people that are such a place oh there are boats there are boats I am there are boats there are boats there are boats is there is the Al-Bott through the island in the strained my right is here the two countries the one side is 往那邊就到入海口了 看到沒有 那邊就是入海口 現在我司機就在問 在哪裡看到大海 他一個巴什拉本地人 他都沒有來看過法澳的海 因為這邊貪圖比較長 不是說是像其他的大海 一到海邊就 一大片全是海 這邊有好多灘圖 所以說想找到那種就是能看到一望無際大海的地 他娘那還是有點難 應該是直走 然後直走軌道 這造船的看到沒有 這是玻璃缸的嗎 自製造的嗎 就是一艘巡洋艦 在波斯蘭裏就能當巡洋艦了 走了半天 到了這裏有一個檢查站 哎呀 他告訴我們說 即使是你過去走很遠也看不見海 因為貪圖特別長 讓我們去別的地方 哇這個 伊拉克的海真的是好難走 這個故事有意思吧 就是專門過來看這個伊拉克的海 就走到海邊上都看不到 一是車過不去 二一個就是說 就算讓我走路過去 他說你要走很遠也走得過去 因為現在是退潮 根本就看不到海 就是這個位置 雖然說是領海 但是距離海其實還是有一定的距離的 伊拉克呢 名義上是有60公里的海岸線 但是可以利用的 其實就那麼十幾公里 就是羅斯克里做道場都 比這容易一點 你知道吧 他就沒辦法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一個局面呢 真的是要從 好幾百年前說 大概在 400來年前 奧斯曼帝國牆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什麼 就是 中東這一塊有很多國家 都是 為這個 奧斯曼帝國管轄的 包括伊拉克 而這個 在這個一戰 一戰的時候 不是說了嗎 就是在土耳其的時候 給大家講過 就一戰的時候 奧斯曼帝國的事 大家可以回頭看 就是 奧斯曼參戰了 參戰以後呢 這些 歐洲國家 就是西方國家呢 穿騰的 就是說 他這手底下的 這些 小弟們 看能不能 起義 反抗 看能不能 就說 自個鬧獨立 就是把這個 奧斯曼帝國呢 盡量的能瓦解掉 最後呢 相繼的 就說什麼 科維特呀 或者是 包括伊拉克 敘利亞呀 甚至約旦呀 中東的 好多個國家呢 當時呢 他們 還沒有形成 一個 國家概念的時候 他們就 就說 這些 地區 這些什麼 部落也好 或者怎麼樣的 這些勢力範圍 就互相的 反抗 奧斯曼帝國的統治 最後呢 相繼的 就 劃入了 這三個 西方 國家的 就是 算是 保護國 就是跟著這三個國家混了 屬地了 一個呢 就是英國 一個呢 就是法國 還有一個呢 就是沙晃俄國 這三家呢 基本上就是 把這一個區域呢 就 劃分掉了 就是你管這兒 我管那兒 我管這兒 而當時呢 這個 伊拉克 包括科維特 還有就包括 約旦一部分 就是那個時候呢 都歸的是 英國來管轄 就是大概在一九二幾年 這麼一個時候 而這個 形成了這個就是 國家概念 以後呢 就是 伊拉克也好 現在的那個科維特也好 就是慢慢的 他們就開始 劃分了國家概念 就是說每個 每個地區呢 他們都獨立成一個國家了嘛 而 其實這些國家呢 就中東地區 為什麼這麼亂呢 就是你打我 我打你 怎麼樣子 我跟你有領土糾紛 我跟他有 劃不清的這個關係 或者是我們兩個 河道的問題 怎麼樣 爭埃爭取這麼多年 為什麼呢 其實跟這個 當時西方 劃分 這些國家的這個領土 是有關係的 當時西方是只顧了 就是 只是在這個地圖上 就是 你看你看 你管這兒 我管那兒 這個國家這麼大 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基本上就幫著劃分了 也沒有管的什麼 就是部落領地問題 宗教信仰問題 你是什葉派 我是虛尼派 不管那麼多 反正就是這樣子一劃 然後呢 叫這些領導人 當地的這些 部落偷偷們過來 你簽個字簽個字 你們 你們這合起來 一個國家 叫伊拉克 這邊呢 這個 科維特 好了 獨立了 反正 就 人家 西方人 說了算 你知道嗎 而 剛開始呢 這些國家呢 還是有一定 就是說 實力弱的時候 那時候也沒發現石油 實力弱的時候 也就無所謂了 反正這個 這一個河道嘛 是不是 或者是這一個貪圖嘛 或者是這一個島嘛 這個又沒什麼用啊 是不是 跟我有什麼關係 算了算了 我就過好自己的日子 行嗎 但是呢 隨著這個石油的發現 說 大規模的開採呢 就發現我這個價值非常的大 而這個時候就說 伊朗呢 它本身是波斯嘛 那時候那是波斯 波斯呢 跟人家 奧斯曼帝國呢 簽了很多的協議的 簽了不少協議 就是包括這個阿拉伯河的這個歸屬權的問題 阿拉伯河呢 剛開始呢 就是屬於一個 歸伊朗多一點 然後呢 最後呢 伊拉克 不知道又跟那個 波斯簽呢 就有一個協議呢 又是 歸了人家 那個 伊拉克 而這個波斯呢 大概就是在這個 19 就是伊朗 就在1979年的時候 伊斯蘭革命的時候呢 它又 推翻了很多協議 這個時候 剛好 我前兩天不是說了嗎 你又綁架了這個美國的52個人制 激怒了西方 你又這個要 折騰這個 折騰那個就是當時的伊拉 所以說呢 他就穿騰的 就說 伊拉克 剛好 有個理由了嗎 就說 你這個 你一上台 推翻了很多協議 最後呢 伊拉克 就在這個西方的支持下 全面進攻伊拉 說白了就是為了 夺取剛才我說的那個河道的那個控制權 那個阿拉伯河 現在這個阿拉伯河 這就是跨進入海口這一塊呢 一半一半 那邊人家就伊朗 你伊拉克只有一半 就這麼 而 當時在打兩義戰爭的時候呢 人家伊朗 把這個河道 給你搞了很多什麼爛船 什麼的 什麼東西堵住了 你根本就出不去 知道吧 就包括現在 我那天看的那個 你看那個巴什拉那邊 還有一艘沉船的 是不是 就說 最後 雖然說打了八年 打來打去 死傷真的是 過百萬 然後 就兩個姓一的 鄰居打了半天 就發現我們還沒打出什麼結果 然後 還是這個樣 越打越窮 越打越窮 知道吧 之後呢 也停戰了 停戰以後呢 最後你看這個伊拉克 他沒辦法 他沒有這個出海口 知道吧 最後呢 他就想了個折 就是 他去 修管道 就修管道 嘟嘟嘟嘟 修哪去啊 修到人家 越旦那邊去 因為呢 他這兩個鄰居 他都 他都得罪 知道吧 他就只有跟人家 越旦 關係好一點 你看越旦 你看我透過管道 通到你那 通到那個 亞卡巴灣那 就說 說這個 就亞洲國家 有這個出海口 尷尬的呢 你看那個 伊拉克已經很尷尬了 60公里 知道吧 就是很尷尬 可用呢 就10來公里 還有個更尷尬的 其實就是 約旦 約旦呢 那個 亞卡巴灣的 那個 亞卡巴那個 港口 那個海岸線 只有20幾公里 知道吧 更短 但是人家那個 靠近海啊 可以 可以做這個深海 就是那個深水港 知道吧 亞卡巴那邊 就是靠近紅海 所以說呢 伊拉克石油呢 有一段時間 都是從人家 約那邊 走紅海 然後呢 又繞到那個 就是 蘇伊士運河 往回走 這樣子 賣到歐洲去 然後如果說他想賣亞洲 這一塊呢 他又那個時候啊 又得借到人家 科威特 到科威特呢 去跟人家談啊 在你這兒 賣出去 把這個石油 這樣子 一直是很憋屈 伊拉克人 確實屬於很憋屈 而當時薩達姆呢 又屬於一個 政治強人 中東也強人 他一看我們 這樣子搞 不行呢 我們還得想個辦法 我這個打不過 伊朗 沒辦法 為啥呢 我這個 伊拉克 3000多萬人 不到4000萬 領土面積 43萬平方公里 這麼大 我怎麼跟人家伊拉克打 那個伊朗打 伊朗人家 1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8000多萬人 也打不過 那我不是打不過大的 我欺負小的 所以說他當時就去找人家 那個科威特麻煩 他說 這個我翻了一下資料 哎 這個我發現啊 科威特 自古都是我們 伊拉克的這個領土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奧斯南帝國時期呢 確實科威特 他歸屬於這個 就是 巴什拉省 就是管轄 是這麼一個情況 知道吧 所以說呢 他就在90年的時候 屯兵 就是在這個邊境上 要大舉進攻 這個科威特 他也進攻了 打下來了 打 差不多是把這個科威特的 那個就是這個 布比岩島 還有這還其他一個 伊朗小島 佔領了一些油田 和一些設施 大概也就佔了個 6000 6000 6000左右 公里的那個 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是呢 這一下子激怒了國際社會 就是因為這個科威特 一直是 英國啊 美國的小弟嘛 人家也是 產油大貨 什麼 平時啊 被你欺負 最後呢 美軍 就是 結合著部隊 然後呢 又 三下五川 又把這個伊拉克打回去了 所以說伊拉克呢 白折動半天 又發動了這個 就是 兩億戰爭 又打了這個 科威特 最後呢 又沒落到個好 也沒有把自己的這個海岸線扩大 到現在為止也不行 知道吧 所以說這就是伊拉克經濟 起不來的 尷尬之處 就在這 就是沒有一個好的港口 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能理解 因為我的話 就是到處環球旅行啊 就說走的多 我就說 想給大家講點這個就是有用的知識啊 給大家 實力的教學 你知道嗎 你看我 我到了這來以後 我找個海都這麼難 我們現在要繞一圈 到那邊去看一下能不能看到海 因為 這邊都是灘圖啊 阿拉伯河呢 我剛才說到了 我就說 其實它的阿拉伯河不是很長 它是有幾條河匯流而成的 就說 最主要的呢 就是你看那個 迪格里斯河和 尤法拉底河 它兩個河 在那個 大概 巴什拉北部有個 80多公里 那麼一個地方 在那會河 我有機會 我也要過去看一下 然後呢 一共不到200公里 180公里的一個阿拉伯河 就成為了這個就是 伊朗和伊拉克這兩兄弟 天天鬧騰的 就這 就這 就這條河 就來鬧騰 就因為這個事 有的時候啊 我覺得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 選的好 真的是很有必要 要是你出海口方便 港口多 就能發展起來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呢 就因為出海口的事 跟人家來逗來逗去 也有很多國家 本身 有出海 有出海口 也有海外線 最後呢 海外線 這些國家 可能 一下子獨立了 就是這些省獨立了 自己一下就變成內陸國了 好吧 就沒辦法 好了我現在繼續前進 希望我跟這個師父能找到 伊拉克的海 想看鞋底更多的環球旅行紀錄片的朋友 可以打開今日頭條或西瓜視頻 鞋底的主頁有合集功能 點擊進入選擇 和您感興趣的國家觀看視頻 大家記得點贊哦